随着我国同多个国家恢复跨境往来 一些本地旅行社重新聘请前雇员应付需求 一家旅行社找回了超过六成的前领队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回归 推出的行程配套可能因此受险 疫情爆发之后 大约250名旅行团领队 临时转当市子检测员或安全距离大使 随着当局开通更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一些旅行团领队就决定回返岗位 但也有人表示不急于回归 另外也有旅行社允许领队做兼职工 确保需求增加时能有足够的人手应对 中美旅游这个月推出的行程不超过十个 中美旅游通道 中美旅游通道